你胆子的确很大 一句话让孟昊心神轰鸣 身体蹬蹬蹬的后退时 鲜血喷出 可他全身清光滔天而起 激发体内九风至尊血 使得山海界震动 使得那日月星辰自此一顿 一缕沙意 莫然间锁定海梦至尊 我胆子的确不小 孟昊咬牙开口 海梦至尊身体一震 看向孟昊时 他的神色美不得不露出凝重 本作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海梦至尊平静说道 一旁的李灵儿 此刻内心狂跳 他跟随海梦至尊虽然不久 可却对海梦至尊的脾气很了解 他从来都不会对人解释什么 可如今这一句话 不是解释 也是解释了 有个自称是先古传人的女子 她的名字叫做雪儿 还请海梦至尊告诉我 你为何没有将她 从儒风界带出 而是让她随着如风界 踏入到了三十三天 孟昊望望着海梦至尊 忽然开口 面对孟昊的话语 海梦至尊神色冰冷 没有说话 就连目光也都冷漠 先门崩 或许真的是因为虚无黑洞之力 可在先门崩的同时 来自我身上的属于你的牵引 却明显重了一些 孟昊望着海梦至尊 缓缓开口 在冷漠的海梦至尊面前 孟昊没有退步丝毫 他的性格就是如此 可以被利用 他不介意 他介意的是白白的利用 尤其是当我这里 想要去获得那叛经离道时 你这里的意志 也是以祖旨为主 如风界的叛变 如果说在这之前 海梦至尊你丝毫不知晓 孟昊绝不相信 或许如风的帝君叛变是真 可若说如风主宰也叛变 此事我不信 孟昊斩钉截铁 目光如电 仔细观察海梦至尊的神情 他尽管语气肯定 但内心却并没有把握 只不过端倪的确有 不但他看出了端倪 道天也一样看出 临走前 他看向孟昊的目光 二人心知肚明 一派狐言 海梦至尊淡淡开口 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一股狂风凭空出现 卷着孟昊直奔的漩涡传送而去 似要将孟昊驱散此地 孟昊身体在退后时 清光轰然而起 双眼一闪时爆发羞尾 强行去抵抗 可他虽然此刻是罗天线 但面对至尊根本就无法抵抗 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内 孟昊低吼一声 激发体内九风至尊血 使得山海界震动 日月光芒一闪 在漩涡传送的边缘 孟昊勉强停顿下来 可也仅仅是勉强身体还在后退 别说是我不信 恐怕就算是三十三天也不会相信 所有从事至终 他们都是在看 没有降临任何一尊下来 而叛经离道的出现 才让三十三天轰动 使得他们生出贪婪之意 但以他们的修为与心智 我相信 如风界融入后 必定会被严格的控制起来 孟昊声音立刻传出 但海孟至尊已转过了身 走向洞府 看都不看孟昊一眼 似他可以肯定 在自己一秀之下 孟昊必定会被卷入漩涡内离去 没有丝毫可能继续留下 眼看孟昊身躯在这不断的退后中踏入到了漩涡内 传颂之力默然展开时 孟昊双眼一闪露出果断 战兵 孟昊右手一拍橱袋 立刻铜镜出现 这铜镜看起来平凡无奇 可这一次孟昊取出后 随着孟昊全身修为运转 随着清光涌入铜镜内 顿时这铜镜猛然间竟融化了 化作了青铜叶 刹那将孟昊的右手笼罩 而后如同具备灵性般 竟蔓延孟昊半个手臂 将他自身半个右手包裹在内 形成了一把足有三尺长的利刃 此刃颜色青铜 充满了古朴与沧桑 似有无穷岁月蕴含在内 隐隐的 仿佛还有无数星辰之光散开 如同瑰宝 似乎世间仅有唯一之物 而任处则如镜面一般明亮 寒光滔天 可折射苍茫一切事物 充满了说不出的神秘 一股无法形容的气息 轰然间从孟昊右手爆发出来 这气息不强 可却让那漩涡传颂在咔咔声中竟化作了寒冰 无法再展开丝毫 让这四周虚无 猛然间丝毫所有规则 所有本源 全部被剥离 似有一层无形剥纹 刹那间 以这把利刃为中心 向这四周 嗡得一声散开 所过之处 虚无还是虚无 可虚无又似乎不再是虚无 阵阵诡异之感 骤然而起 更是在这一刻 那转身的海梦至尊 他的身体竟猛地顿了一下 刹那回头 盯着孟昊的右手 神色连续变化了数次 露出复杂 罗天道仙 果然是开启的第二个状态的契机所在 海梦至尊 难难的语 他的话语 让孟昊双眼微不可查的一闪 实际上同静的存在 孟昊早就怀疑 海梦至尊 知晓此事 李灵儿那边 早已睁大了眼 身体连连退后 他在孟昊的右手利刃上 感受到了惊心动魄 仿佛看到了 无数星辰陨落 似乎有无数生命在耳边嘶吼咆哮 孟昊的半个右手完全化作成利刃 此刃一共有九个起伏 如同波浪 形成了足以让所有人触目惊心的一道道封刃 正是孟昊的铜镜 第二个状态 战兵 当年鹦鹉就曾说过 一旦孟昊能成为罗天道仙 那么就可以让铜镜开启第二个状态 如今孟昊虽然不算完整的罗天道仙 可他的第三枚涅槃果已在融合之中 就算不是十成也是五成 一股狂暴之感在孟昊右手中爆发 孟昊几乎要控制不住 他呼吸急促 这一刻来自右手的感觉 似乎可以一刀豁开三十三天 那种感觉让孟昊感受到了惊天动地的强悍 他身体颤抖 几乎要控制不住 勉强走出漩涡时 右手刹那间战兵消失 重新化作了铜镜 落在了孟昊的手中 他明白 自己哪怕可以让铜镜幻化出战兵 可却没有办法挥舞 哪怕一刀 或许唯有他完全具备了罗天道仙的实力后 他才有资格去挥舞一刀 或许一刀之后 他的修为会被抽干 可哪怕只有一刀 若能展现 所向之处必定让苍穹从此失去光芒 让大地轰鸣埋葬一切 让这规则崩溃 让那本源碎灭 对此孟昊有强烈的预感 他呼吸急促 右手一晃 铜镜消失 抬头时 看向面色复杂 带着骇然的海梦至尊 海梦至尊正正的看着孟昊手中的铜镜 直至铜镜被孟昊收起 他沉默不语 孟昊深吸口气 目中露出精芒 他再次开口 海梦至尊 我还没有说完 融入三十三天的如蜂界 会被重点怀疑 即便是如蜂主宰 恐怕也会失去自由 如蜂界 根本就成为不了三十四天 此事对如蜂主宰而言 就是一场赌 虽然这个赌失败的可能性太大太大 可他还是赌了 这根本就是一场戏 而雪儿的没有归来 想必他才是海梦至尊的暗子 海梦至尊的目光 从孟昊手中消失的铜镜中收回 他望着孟昊 神色有些复杂 更有古怪 扮上之后忽然开口 那么本作 为何要这么做呢 这是海梦至尊第一次正面地回答孟昊的问题 孟昊双眼一凝 他深吸口气 缓缓开口 海梦至尊 你之所以如此做 联想到你当年所说的计划 孟某有很大的把握 这如风界还有雪儿 他们的作用只有一个 传颂朕 你说的有正确 也有错误 海梦至尊沉默 他没有去告诉孟昊 到底孟昊的猜测 哪方面是真 哪方面又是假 可哪怕只是这一句话 也可以看出 这一刻的孟昊竟让海梦至尊 也不得不去解释一句 他无法去无视孟昊的存在 无论孟昊九封传承者的身份 又或者是未来山海界之主的事实 还有就是战兵的出现 都让海梦至尊 看下孟昊这里的目光 越发的深邃 哪怕此刻的孟昊在修为上 他可以不在意 可孟昊这里 却有太多 让他必须要去解释一句的因果存在 孟昊没有继续追问 他也没有兴趣去知道 到底自己的猜测 哪方面是真 哪方面是假的 他双眼一闪 向着海梦至尊 保全一拜 晚辈只是猜测 因之前情绪激动 若言此有得罪之处 还请海梦至尊 不要责罚 只因九死一生 难免内心不愤 晚辈在这如风界数次生死 每次都有十九大遗憾 一想起这十九个遗憾 就觉得心如刀割 其中这第一个遗憾 是若能获得一块鲜虚随身带着 那么就算是在如风界战死了 也心甘情愿了 孟昊干咳一声 有些不好意思 腼腆的开口 这一刻神情的变化 与他之前的样子 差距极大 似乎绕了那么大一个圈 又是愤怒 又是委屈 又是气势爆发 这一切都是为了此刻 引出这么一句话 海梦至尊神色古怪 淡淡开口 一块鲜虚 孟昊干咳一声 丝毫不觉的尴尬 而是长叹了一声 唉 这是第一个遗憾 还请至尊成全 每一次看到鲜虚 晚辈都忍不住去遥想当年 我至尊仙界的辉煌 我觉得 若有一块鲜虚成为自身之物 会更加激励晚辈去修行 去进取 去 孟昊还没等说完 海梦至尊右手抬起 虚空一挥 立刻虚无轰鸣 直接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在那裂缝内 仿佛存在了一处世界 那是一片鲜虚的世界 整个山海界内鲜虚庞大 分散开来 每一处都充满了神秘 此刻孟昊看到的 在那虚无裂缝内 一片鲜虚的大陆 突然一个脚好像被脱离 顺着裂缝 轰轰间竟从其内飞出 沧桑的气息 岁月的波动 还有那独一无二的仙异 使得孟昊心脏强烈的跳动 先虚 先界废墟 哪怕寻常的道径都无法撼动 不能将其分割丝毫 更不用说取走 成为自身之物了 只能看得起永恒的 在虚无漂浮 也只有九大山海主 这种程度的强者 或许才能有资格 去获得一块鲜虚 将其形成自身的界 如同当年的方界一代老祖一样 将先虚塑造成墓地 眼下看着那足有数万丈大小的先虚大地 孟昊怦然心动 有些口干蛇燥 这先虚的大小 尽管不如一代老祖那里 可也有近乎三成的大小了 不说别的 仅仅是拿出去砸人 就可以让人海然失色 宝贝啊 孟昊连忙伸手 要去抓 几乎在他抬手的刹那 那块鲜虚从虚无裂缝内出现 直奔孟昊 轰鸣之声滔天 随着降临 虚无颤抖 八方回荡无穷波纹 更为惊人的 使这鲜虚竟在来临时 越来越小 孟昊眼睛一亮 按道 海孟至尊的确是贴心 此刻内心惊喜 眼看了仙虚 到了孟昊的进前时 已化作了巴掌般大小 直奔孟昊手掌而去 刹那间 就落在了孟昊的手掌上 孟昊神色狂喜 可下一瞬 他就面色大变 身体居然承受不住 猛得下沉 这仙虚看似巴掌大小 可重量却没有丝毫改变 那是数万丈的大地 且不是寻常的大地 那是仙界的废墟 甚至可以说 那是仙界的陆地 轰的一声 其重量之大 孟昊根本就接不住 手掌咔嚓一声断裂 那巴掌大的仙虚陆地 直接向着下方轰然落去 这虚无下方似乎没有尽头 可就算再没有尽头 看着那仙虚至宝距离自己越来越远 孟昊眼睛都红了 他没有任何迟疑 身体急持 直奔仙虚 你既然接不住 就不要说本座不给你 仙虚之土 凝聚曾经至尊仙界之力 本身就是至宝 尤其是本座给你的这一块 更是不多的一处 曾经仙界之土 至于沉重的程度 堪底一成的东盛兴了 也算是你在如风界表现的奖励了 至于能否抓住 就看你的本事了 海梦至尊淡淡开口 声音传入 落在孟昊的耳中时 让孟昊内心憋屈 海梦至尊身边的李灵儿 此刻神色古怪 看了看急持而去的孟昊 又看了看海梦至尊 眨了眨眼 憋着笑意不敢笑出 孟昊恨呢 他的内心在滴血一样 若此物不属于他也就罢了 丢了就丢了 可明明已被海梦至尊送出 可偏偏居然自己没接住 眼睁睁的看着这块鲜虚远去 他的心如刀割